哈达火山 我来了 怎么没有人呀 两位杨旭游记房车还中国行的第159天 现在我是在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 也看到了整个游客服务中心没有一个人 昨天的视频中已经讲过了 是空空荡荡的门也是开着的 这个景区人也是非常的少 很小众 但是自然景观极其之好 上上个视频有相关的一个介绍 今天呢 我们在这种荒郊野地的享受一顿自己做的早餐 真是挺享受的 这是做烤面包片的 多士炉 再豆浆鸡 看看我啊 不光有黄豆 这还有黑豆 一二放一样 说明书上说不要超过40毫升 干豆的时候 浪费了 差不多了 放进去 然后倒水 小桌板打开 然后插上电源 早晨做一杯豆浆 中午喝一杯咖啡 这小生活过的 哎呀 电源线呢 这 豆浆 30分钟 好了 养着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一会儿要去那个火山 其实房车不太好停车 我已经把摩托车卸下来了 开摩托车去 另外我得带着小飞儿啊 看我聪明不聪明 背着包 然后把小飞儿放进包里 这还有一个夹子夹到这 除了有拉锁之外 多了一个保险 这还是稳妥一些了 小飞儿同志 我就一个期望啊 你别在里边小便 因为里边都是我的拍照设备 一定要注意啊 出发了 我和飞儿已经到了乌兰哈达火山 五号火山的山下边了 这个就是五号火山 然后摩托车呢 停在了这个位置 越野摩托车的好处啊 看看从那个马路那边 然后走了一段 其实还可以再往上蹿一蹿 但是我为了安全呀 就停在那儿了 走 飞儿 考验你体力的时候到了 我是没有问题的啊 走着 看看 这就是火山的岩石 六号火山呢 其实周边已经被开采了 一圈都被开采了 五号火山是保存最完整的火山了 因为它开采的时候 好像有些石头比较名贵 也有些石头比较特殊 所以被开采了 这边还没有被开发 各位你们知道我和小飞儿现在在什么位置吗 在五号火山的中心喷发点 我后边就是了 现在小飞儿正在那儿玩 中间的位置呢 被人为的堆了很多的石头 也看到这四周啊 都没有长草 咱们捡起块石头看一眼 这种石头至少万年以上了 因为上一次火山喷发是12000年以上 看看我四周啊 它实际是一凹进去的这么一个面 四周是隆起来的 所以这块地是非常避风的 那在三号火山和五号火山这儿呢 每当合适的一个季节 因为旁边就是山地草原嘛 非常的壮美 合适的季节 有人会在这个位置上去露营 晚上的时候 拍星星看云河 非常赞的一个地儿 乌兰哈达火山地荣 啊 我们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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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望